欢迎收看古生详期 我是倩涵 我是阿翔 节目首先帮我扫描QR Code 订阅阿翔老师的频道 我们现在已经快要500订阅了 赶快动动手指帮我订阅起来吧 还有可以搜寻筹码相对论 曾志祥分析室也可以找到 还有我们今天台股算是总算反弹了 虽然是公寄线失败 但最后是收涨了66点 那其中我们就要注意到 外资这几天的卖超真的很严重 但老师有说我们要避险 到底接下来还要继续避险吗 因为不知道外资还会不会继续卖 那如果可以留意的产业 有哪些呢老师 是的各位所有的投资好朋友 观众朋友 你们千呼万唤使出来 我们千涵回来了 所以呢赶快订阅赶快留言 你再不留言他就是失业 我失业了 我差点失业 谢谢你们呼唤我回来 所以呢投资好朋友观众朋友 喜欢千涵的赶快按赞 赶快订阅赶快留言 OK好 先预告一件事情 明天我要去非凡当财经节目的来宾 所以明天的节目 网络节目会暂停一天 是第一个 预告第二件事情 明天的加权指数 基本上就是垃圾盘 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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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我不是说看得很糟也不是 而是说外资热钱在撤退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时间点稍微谨慎个几天 没有关系 等它稳定下来之后 我们再去找好的股票 找到成长的方向 下去低阶 你不觉得这样子操作很轻松吗 对 高有出 你下面就有钱可以买 不是说你永远都在买 那个叫做诈骗集团的买法 所以呢 这个逻辑要先清楚了 所以我说过 你看阿翔老师的节目 我们自己在带会员朋友 我们就会很清楚 带会员朋友 高档有落袋为安 你下来你就会有钱可以买 这就会长长久久 真的赚钱 所以呢 今天台积电的一个营收 开出不错的一个状况 但是我们这边 要马上来去做对照 对照什么 对照说新台币有没有出现变化 好像没有 好像没有 然后美元指数好像也没有 快速的回落下来 所以这背后代表什么 代表的是说 的确明天台积电会发挥 发挥什么 撑盘的效应 会发挥撑盘的效应 但是 也代表什么 外资它不会因此就马上回来 对 它只是拿 有可能就变成什么 变成说拿 现有的钱 然后拿去买台积电 然后其他卖 所以这就是垃圾盘的由来 没错 所以变明天你要小心 你反而是提防垃圾盘 那更讨厌 听得懂意思没有 所以呢 我今天会把爱普 全部都先出清 我们前两天五百市 前天五百市 先获利卖了一半 今天一早 五百三十二 获利出清 收盘它 等剩下五一六 拉回再来找买点 等我的通知 有加入阿翔老师 Lineat的好朋友 有机会可以买回的时候 加入Lineat 有机会可以买回 我再通知你 好不好 Lineat怎么加 下面有QR Code 自己扫一下 回过头来 今天我们要跟各位 谈几个重点 在谈之前 还是要反省 所有的投资朋友 喜欢我们的节目的好朋友 帮忙多多按个赞 赞 继续往下看 先回答我们观众的问题 六七九九的来解 这张股票呢 基本上它是好的公司 好的股票 营收获利都不错 但是有一个问题 因为观众朋友 前两天 昨天有观众朋友 问到这个问题 在下方留言的 我特别拿出来 先回答一件事情 好股票 他遇到倒霉的事情 他这位观众朋友 他说他的成本 就没记错 应该是在188的样子 你第一个 有一个问题是 你买的成本太高 成本太高 你会发现你买的位置 其实是在价量背离的 一个位置 188等于是就不管是这一天买 或者是之前买 都是在价量背离的位置 所以意思就是什么 意思就是说 你是在涨高的时候才去追他 你的 如果你的成本 是你告诉我的188的话 我们可以初估这样判定 你是在涨高的时候去买他 去买他 你不用看到他下来才这么说 因为你在当下买的时候 他就已经价量背离了 这是很明显的一个现象 对不对 这很明显价量背离嘛 对 那价量背离的时候 不代表说股价一定会跌 但是有时候如果 投筹码在当下已经开始凌乱了 如果我的印象没有记录错的话 这档股票是蛮多 投股老师在喊的一档 所以他很容易筹码乱 对 所以当他又出现价量背离的时候 你才去追他 那当然你就变成会套住 所以在短线上来说 你还有拉回的风险 但是中长线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你变成只能时间跟他好 或者是先等待 因为他目前整个大环境不好 对中小钱个股不是太有利 所以这位观众朋友要记得 买股票 同一档股票 有的人做会赚钱 有的人做会赔钱 如果按照您给我的过去几次 你问的股票的成本 我反而会认为您的习惯 大多数都是看他比较热门的时候 才去追他 所以很容易你就变成买来套 对 做股票不是买来套的 我们买来买股票是为了赚钱 不是买来套买来等 是的 那你这时候你就要去思考一下 如果观众朋友 您有跟这位观这位 这位问股票的这位朋友 有一样的问题的话 你都要去思考几个重点 你为什么要买这些股票 你 你是来买来套吗 位置 位置买的时候 为什么要去买 所以我查之前曾经问过 买股票问自己三个问题 产业对还错 筹码对还错 位置高还低 刚刚来一节的问题 188很明显就是位置高 因为你是在价量背离的时候追他 所以那明显是位置高 产业是对的 但是筹码目前没有确定 我说没有确定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这辆股票 目前筹码不是很集中 还好 还好 还好而已 所以呢买股票 先问自己这三个问题 像我带会员朋友 我们在做股票的同时 你会发现我的胜率会特别的高 为什么 因为我都会先问自己这三个问题 所以你会在节目上面看到 我们不会到处设飞飘 什么股票都讲不会 对 因为我都会先问自己 这三个问题产业对了没有 产业不对我买它干嘛 筹码对了没有 筹码不对我现在不要碰它 就算我一直在讲威胜 这个时间我不会去碰 因为它筹码一直不对 三个都要符合 三个都要符合 机会胜率才会高 胜率才会高 所以你看 你看就光这个6531的爱普 搞不好有人做爱普 现在还在赔钱 但是对于我来说 我第一次开始出手买爱普 469 464 然后463 那时候成交要463 我买就是这个位置 540获利卖一半前天 昨天540以上获利卖一半 那时候成交叫52很好卖 今天532 9点25分讯息就出去 所以你去对照对照什么 6531的爱普 你看那时候460几块 我买是在这几天的时间 都非常好买 很好上车 然后后面开始一路往上冲 开始然后也越来越多人讲 然后我昨天就有跟各位先预告 我说这已经开始出现大环境不好 然后短线追价意愿是降低 整体上涨带量下跌量说 当然它叫做多方市 但是它是一个高位阶的股票 你遇到大环境开始不好的时候 你就要去思考 它的多方追价的意愿一定会降低 所以你看我们昨天先卖了一半 今天9点25分 在这个位置 差不多在这个位置 我们就赶快通知 直接把剩下的先全部出清 你532出清之后收盘跌到516 你是会有你心情好不好 好啊 很爽啊 那是一种操作的一个逻辑 但是我要跟各位表达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有时候同一档股票 会不同的人来做 它会有完全截然不同的结果 这个逻辑就是这样 所以我才会要各位去思考一下 你看哦 再来买点 买点的问题 就像这一波修正 我们是很开心看到它修正 因为当你高档有在卖股票 你钱越来越多的时候 你是希望看到它修正下来找机会等买点 就不会急着很想要一直要出手 现在很急着一直想要出手的表示什么 我可以合理怀疑是上为你套一屁股 所以急着要一直要想要叫你赶快去买 但是有时候好的买点是等来的 你等到一个漂亮的买点 你有没有发现那个感觉就很好 我们再举例来说好了 来4746的台药 来对时对价 1月15号10点半 103块半 一次就叫会员朋友直接买两成 106块以下再买 106块以下再买 1617过去三个交易日 我每天都在买4746台药 我前面一段时间很久没有做它 是我这三天一直在买 今天差一点亮灯 对不对 然后很有趣另外一件事情是 来你有没有看到这个 我们趁快涨停的时候 115块半的时候先附近 先获利卖一半 所以同事好朋友今天指数震荡这两天 我在获利爱普 我在把金星科520先获利卖一半 然后呢今天台药冲了上来 我前过去这三天我每天都在告诉你 生计可以买生计可以买生计可以买 生计可以买对不对 然后我主攻就是4746的台药 今天冲上去差一点亮灯 所以我们要表达给各位知道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那个timing 筹码能够事先去做一些预告 当然不是每一档筹码都能够抓得住 不是每一档因为有些特别小的主力 那个筹码 这个是没有办法抓得到的 对 我不能跟你说筹码所有股票都看得懂 不是 绝对不是 但是我们就去做我们看得懂 当我们去做我们看得懂的 那当然我这过去三个交易日 你看你过去三天每天看我节目 我每一天都在告诉你说 神机哪来做避险 而且心情真的很好 很平静 就是不会急躁了 对 这几天很多为什么你看这几天 我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说你看这几天的修正下来 我们感到的是你要等机会 因为你高档有出了 你现在口袋钱很多 对 钱很多我们就等一下 机会到了时候 搞不好爱普过几天 买一点更漂亮的时候 回撤到500我下去买有可能啊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有机会 真的有机会 因为毕竟他的产业没有变嘛 产业趋势没有变 不会因为他跌下来就改变了 只是有时候短线涨多之后 你要让他适度休息一下 换手筹码沉淀 逻辑上就是这样子 那台医药为什么我会买他 我们都很清楚啊 台医药很多人看到 过去年前三季还在亏钱 然后不敢买不敢碰 说什么前三季亏钱 然后然后现在股价一百多块 觉得很贵 同志朋友 做股票我再讲一次 看产业买未来 我们做股票买的就是未来 你要看过去做股票 请你找别人 有人常常每天节目都在讲基本面 你去看那个 你喜欢做过去的 你看别人不要看我 我喜欢看未来 所以你来看几个重点 第一个12月营收中的历史新高 是因为他的维他命 衍生物相关的产品 已经顺利出货给中南美洲 但是真正最重要的台药 新年会迎来大幅度的营运成长期 因为他的主力产品降胆固存的磷酸盐 结合剂 这个部分呢 目前我们拜访公司的结果 他是供不应求 去年就已经订单排的满满满 那背后就代表什么 他订单满满载的情况之下 你只要新增产能营收就一定上来 对 他的营收 你要记得像这种生技公司的产线 他都要先经过核可才能生产 经过检查才能生产 所以他去年就已经取得核准的公文了 所以今年是增加至少四分之一的产能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当然会去买台药啊 对 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你看我在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 来这个是礼拜二 1月16号 礼拜二11点35分 盘中及时赖的 那时候有谈到面板 今天面板又在冲嘛 但是今天冲高的时候 面板有达群众 我先获利下车了 来 生技当中美食保瑞台药 其中保瑞暂停交易 另外两党目前那时候 都告诉你多方看法不变嘛 当然我主攻的就是台药嘛 很清楚 来 这是昨天 一样还是告诉你 生技是目前的资金避风港 其中昨天还特别谈到台药今天最高已经平前高 多方控盘当中 而且还特别强调 三党今年业绩的成长性 都是生技股当中的明业前茅的重点 所以你在资金整个大环境 受到不确定因素 国际热钱在撤退的影响之下 我们去找出生技产业拿来当作我们避险的方向 避险的方向当中 我们再去找出成长性最有爆发性的筹码又很OK的 你连看你知道我礼拜一礼拜二再买 然后就礼拜三投信就冲进来帮忙抬轿 今天投信的买盘应该是蛮多的 所以我们也很感谢 所以逻辑上就会非常清楚 所以我说你看我的Lighter 或者是看我的节目 你会看到看到的事情是什么 看到的事情是有评有据 然后事前都会先给你做预告 所以你加入阿湘老师的Lighter 你可以提问 没错 你也可以在底下有股票问题可以留言 尤其像我明天去非凡 我明天就没有办法录节目对不对 所以但是我盘中了 明天盘中的Lighter 一样会发小叮咛给你 这以上你们所看到的这些都是小叮咛 你看到小叮咛 你搞不好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 你都跟我一样 你在买生技股 对啊 对不对 还没加的快加起来 所以那如果今天你买到台药 我也恭喜你啊 好的好的 那我们最后一些时间了 赶快这个赶快加入 然后赶紧把握时间 今天谈最后一点两分钟谈这个 昨天的三星发表他最新的 S24的Ultra的一个新的手机 那当然这其中我发现到一件事情 他强调的都是AI相关的特定的功能 三星昨天的这个星期发表会当中强调了 他有以图来搜寻啊 这个其实Google的产业 Google就有了啦 他这个就是运用Google的一个功能 嗯 就是说他把这个画面 他搜寻这个画面 然后他就会直接Google帮你搜寻 这是什么样的植物 对 我想这就是AI的一个原的一个功能之一 然后三星的键盘的写作助理 这个写作助理其实是他把一段文字 然后把它帮你把它摘要起来 摘要好自动帮你翻译摘要好 然后这个语音转文字的作为功能 这些都有 你会发现我刚刚会谈这个的目的 不是告诉你说赶快去买三星S24 不是哦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要告诉你 手机就如同我们之前一直在讲的 也开始要强调AI的功能了 那这其中我们又发现到另外一件事情 什么样的事情 三星这一款手机 它的AI的功能是来自于高通 高通的那个那个什么 摇龙的巴俊三的一个晶片 最新的晶片 它是跟Meta合作Lama2的这个 这个大型语言的一个模型 它的算力 你有没有发现我之前一直在讲 对 提升算力的同时降低耗电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都在强调这件事情 没错 提升的算力同时降低了40%的电力损耗 因为这些深层式的AI的语言 或者是翻译 或者是语音助理这些都很耗电 你手机一直耗电 你一天要充几次 充电充几次 我就很麻烦 所以呢 那这边还有另外一个要注意的是什么 就是说 它这款三星采用的是台积电4nm的制程 其中包含有三个组成 三个单元组成 包含了CPU 包含了GPU 包含了NPU 这就是大家一直在讲 我一直在讲的AI加速器 所以它拥有算 他们官方公告是45TUPS的这个算力 已经算是达到AIPC的标准 但是这是手机的晶片 所以呢 投资朋友 这边我们要带给各位去思考 就是说 我也可以给各位做预告 预告什么 在今年推出的智慧型手机 都会一直拼命强调AI的功能 对 所以你接下来就是 AI智慧型手机的风潮开始要吹起来 发现了吗 从PC到手机了 对 它就是一直从这样开始 AI的功能一直强调一直强调 那我们会期待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 就是当这些硬体商在推陈初心的时候 接下来带动相关的供应链 去年智慧型手机是衰退了一年 也可以说是谷底的一年 今年智慧型手机开始翻身 开始有了机会 过去很困扰的大力光 过去看它整理一年多的郁金光 都开始会有机会 只要这个智慧 AI智慧型手机的风潮开始吹起来 同志朋友 你要不要复制 2357华硕的走势 如果想要 就会你持续锁定我的节目 或者是喜欢我们节目的好朋友 赶快订阅下来 喜欢的按赞下来 想要千涵继续主持节目的 留言留多一点 谢谢 谢谢大家的支持跟留言 那别忘了要订阅我们频道 一起冲500订阅吧 谢谢大家 那我们明天见咯 不对我们下周见 拜拜 拜拜 本公司以往直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人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诶 同学同学 你下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哦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耶 真的有sense了吧 拜拜拜拜